我假设我现在我希望计算 计算这个值销售额各产品 我看算什么呢 好,例如说这个退货退回 各年 各年我是不是用订单 刚这边算过了 连续性分析 各年 好,所以我把它复制 贴到 贴到这边 贴上 贴上 请问一下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是不用全部的资料去算出来 对不对 可是呢 我现在希望去把退回的部分扣掉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资料有没有减少 一定要减少才对啊 好,你看哦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去画 应该要怎么画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退货退回 对不对 退货退回 其中 其中有 是 跟空白 空白它不呈现了 应该怎么讲呢 销售额 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稍微我把值稍微放大一点 让大家来去观看一下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退货退回是4的 总共 总共销售额是多少 196万 可以吗 在总共销售额里面 1,400万 然后其中销售退回的 1,900多万 这边是不是销售退回的部分 销售退回的部分 可以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点一下它 所占的比例 是不是这样子 听得懂 我们做大数据分析的话 如果你要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 它可以明确的算给你 可是我这边 我是不是多做了一个栏位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资料 这个就是退回的资料 这边 然后没有退回的资料 是不是这边 可以吗 就是假如说原本 原本我们看整体 是不是2016年总销售 是5.5个百万 可是现在呢 我要多做这一张图 就是去标出来 4占多少 空白占多少 然后这边是不是看到 如果我点4的话 有看到2016年退回 是不是最多 然后当然 因为因为什么 它销售高 销售高退回 当然也会高 可是我们来去看 空白的部分 空白部分 从3.7 变到4.7 我觉得这个4.7个百万 才是我们真正可以任务的销售额 可以吗 所以我们是这样来去呈现资料的 好 这样会会做这样资料分析吗 没问题 请说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原型图 你不是只要呈现标签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呈现百分比 那这边你要先呈现百分比 这边如果你想要把它呈现百分比的话 你再来去看怎么做 这应该要换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因为百分比几乎都是原型图 它在做事 直挑图通常我们都是呈现那个数值 可是我知道你所问的 应该是这一种图 就是直挑图啊 有一种是这一种图 这种图知道吗 但是这种图 这种图那个念生物的人很喜欢 为什么 你看哦 这样子是不是一个阶梯状的上升 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这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那个公司的销售退回率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12% 这是不好的 你觉得假设 假设哦 我底下我有 123456 6位客服人员 他被投诉一次 他被投诉10次 他被投诉 我觉得比次数没有意义 要比什么 例如说 今年他被投诉率 多少 你觉得多少算高 0嘛 对不对 应该是吧 但是不可能不被投诉啊 好 假设我们设3% 可是你觉得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如果说设标准就是 我销售100块 我就会被退回10块 你觉得这样好吗 我觉得太高了 我们就要想办法 是不是稍微要降低一点 而且哦 2013年没有那么高 2013年退回率 没有那么高 好 他刚问的问题 他刚问的问题 要用这张图来呈现 可是我等一下 是要教你 圆形图 圆形图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百分比 到底怎么呈现 可是请问一下 你们这边有听得懂 这边可以听得懂 就是这次整体 整体的销售 可是这个整体的销售 我一定要扣掉什么 扣掉退货 所以应该要点这个部分 才是我真实的销售 可以吗 这件事情 这是大数据分析 是不是用视觉化来呈现 你必须要会的一个 表演的一个技巧 然后去说明这件事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请你们先 重点是画这张图 这张图用什么画 这张图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 圆形图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 消退货退回 退货退回里面 是不是只有4 4跟那个空白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再点销售额 他就把图里这边 是不是放退货退回 直放成销售额 你是不是就做完这张图 对不对 然后我要请你们 花一点点时间来去找一下 百分比怎么出现 一定是在这里面 对不对 百分比 好请你们自己找一下 找到就是你的 因为这是最多同学问我的问题 圆形图的百分比怎么呈现 因为你在写报告的时候 是不是都写退货率多少 圆形图不能只呈现标签 应该要包含什么 应该要包含百分比 所以在这个地方格式 然后接下来详细资料标签 这个标签的样式 请改成 比如说 我比较喜欢 所有好了 你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是 然后1.96个百万 然后约占12.17 全部都呈现在这边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这个算出来是一个平均 平均 12.17 就是刚刚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点它 怎么样去绣出那条平均线 12.17 会做吗 这条线 你可以加 然后绣12.17 应该发现它大概就这个位置 因为它是取平均 四年的平均 或者是你就把 8.5 加12.1 8加12.9 8加13 不对 这样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能这样算 不能这样算 我刚刚意思是说 你应该要把所有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要进去去算 你不能拿 该年的一个四成五入后的结果 来去做计算 这样会有产生小数位数的偏长 这在统计上面是 它叫做 物谬 它叫做物谬 反正你不能够随便这样子 拿那个 报表的结果来去做计算 最好是拿原始资料来做计算 这样会呈现这个百分比 所以我们刚刚 透过圆形图的方式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公司 就是说销售 就是年年的销售退回 其实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可是影响到我们的销售额 是让我们销售额 呈现的那个比例是越来越少 所以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应该是销售退回计算 好 那我们再来观看一下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多多少少一定是透过 透过什么方式来去做计算呢 一定是 就是当我们要去分析资料的时候 我们多多少少一定要去算一些函字 用一些函字来做计算 举例来说我们刚刚从一刚开始介绍 今天下午一刚开始介绍的 出贸利率 还有像例如说销售退回所占的比例 这是不是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我相信应该是的